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一本 南海一号传说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 南海一号是怎么回事 我想南海一号我们的观众朋友 都会有那么一点点了解 它是我们南宋初期 我们从事海上贸易的 一艘商船 但是呢就很可惜 后来在我们广东的台山 和江门海域它沉没了 当时其实打捞的时候 还是很震撼的 对对对 打捞出来的这个文物种类之多 量之大 是的 都超乎人们的想象 是 光是口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 咱们翻开这本书 先去欣赏一下 从沉船里面打捞出来的 那些精美的文物 先去看一下 这些文物令人非常震撼 整个考古过程 持续了多长时间 它是从2005年到2014年 打捞和考古的工作 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 他就是这个从事考古这个工作的 对对对 这本书的作者呢 魏俊老师 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也是我们国家文物局的 专家主的专家 他2005年到2014年 一直是我们南海一号 考古项目的领队 所以掌握大量的 一手非常丰富的资料和图片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你在别的书里面 是看不到的那些细节和故事 对吗 确实是这样 举例说明 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里面有一条金链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金链子 确实是特别特别长 它长1.7米 大家猜猜它是什么 拴衣服的这个腰带 那经过考古专家的一个考证之后 他们认为呢 这条金链子还是我们的装饰物 就像我们现在的项链 而且它的设计风格 跟我们当时的设计风格 就是我们 当时我们宋代的一些设计风格 是不一样的 它充满了抑郁的一个风情 所以呢 当时呢 经过考古专家的一个考证之后 它其实是阿拉伯富商戴的项链 因为阿拉伯富商非常高大 所以它戴的金链子也特别的 那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当时我们南宋的这种海外贸易 是非常发达的 在船上其实是有阿拉伯富商的 可见当时这种海外贸易 是非常繁盛 所以想要了解这个 沉睡了八百年的 这艘南宋的沉船 它里面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故事 包含了怎样的历史和文明 自己来翻开这本书 这是咱们分享的第一本书 第二本您想分享哪一套 既然我们说到了考古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从我们的文物 看我们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我们的看见中国文物里的 上下五千年 这套书 貌似是给孩子的是吗 我觉得是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 我们普通读者都可以看 但是我们更想推荐 给我们的青少年去阅读 给青少年去阅读 它总共就是这四本吗 一共是十册 从史前原始社会 一直到清朝 那么它是从文物来看的 对 这个点跟刚才那个传说 有一点像对吗 有一些像 它怎么从文物出发来讲历史呢 这么比较重 比较沉的这种话题 怎么讲给青少年听 是这样 因为传说呢 它是讲一个 就是南海一号 但是我们这个里边 是包含了上下五千年 非常多的一些文物 我们光是实物的图片 就有四千多张 其中还有我们的三D复原图 还有我们航拍的 我们考古的实景 然后这样的一些 非常珍贵的图片 另外呢 里边其实是包含了 一万多个知识点 它又是图文并茂的 是用图说式的形式 那青少年可以跟着这本书 慢慢地去看 慢慢地去了解 好像是来了一场 我们的纸上的博物馆之旅 是这种感觉 图文并茂 对 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究竟是怎么来讲的 好 那我想很多的我们的文物 我们的读者 其实都非常清楚 特别是我们在博物馆 经常看到四阳方尊 这些大家可能经常看到 但我在这里 我想举一个例子 是我们秦汉卷的 这一个例子 叫做战国秦奇马武士勇 这样子的一个图 大家看得好像特别普通 很普通的感觉 但是呢 我想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 首先呢 这个是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不一定能看到 这是我们的作者 从陕西考古研究所的仓库里边 在他们的一个玻璃柜里边 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文物 但这个文物特别特别珍贵 它其实是第一个出土的 秦人骑马的这样的一个勇 也是说明秦人 它其实是西北的 这样的一个游牧的民主 所以它的考古价值 它的史学价值 都是特别特别大 而且它的实物 其实只有15厘米 你想有多小 那么小 特别特别小 然后呢 我们四千张图片 很多都像这幅图片一样 标出了细节 其实我们在博物馆里面 不一定有我们这样 看得这么这么清晰 那这个也是代表了 我们这套书里边 很多很珍贵的 这样的文物的图片 一个代表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套 写给青少年的 纸上博物馆 纸上博物馆 好 看见中国 文物里的上下五千年 好 这是第二套书 对 咱们再来看您带来的第三本 港运豪风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港运豪风 明清乐诗人笔下的港澳 它其实呢 是收录了 大概是100位诗人 然后还有将近500首诗 乐诗人就指的是 广东籍和生活在广东的诗人 明清时期的 然后他们以港澳为题材的 这样的一些诗作 这个角度其实挺特别的 现在很少有这类 这么专的这样的一些角度的图书 既然它是明清时期 那个时候人们所写的 港澳这样的这个诗 我不知道 其实从那个时候的 他们的诗中 仍然能够看到 今天的港澳的风貌吗 翻开这本书 你会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名词 太平山 九龙等等这些 可能我们都曾经走过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明清的诗人 也曾经走过 您个人印象比较深的 有什么诗 这本书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明清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所以里边非常多的诗 是体现了我们诗人 爱国的一些情怀在里边 所以呢 想介绍一首诗 是由我们的一个爱国诗人 叫秋冯甲 他写的一首诗 《九龙有感》 群风叠翠 以楼间 一脚颓云 西照阴 呼吟去年春色里 九龙还是汉家山 这首诗其实写作的背景呢 是1898年 当时中英又签署了 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将九龙的这些街以北 然后附近的岛屿 还有我们的海域 再次助借给英国 我们的诗人 其实感到非常痛心 就是为国家民族的前途 感到非常忧虑 也是为西方殖民 不断地扩张势力 我们的国土被蚕食 感到非常义愤吧 其实是充分体现了 他们的一个爱国情怀 所以非常感动 这些诗其实读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 第三本书 《港运豪风》 明清乐诗人笔下的港澳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您今天带来的三本书 南海一号传说 从中国水下考古 看海上丝绸之路 看见中国 文物里的上下五千年 《港运豪风》 明清乐诗人笔下的 《港澳》 好的 再次感谢您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订阅